每逢萬聖節時, 很多西方的小朋友都喜歡在晚上去到很多人的家前 就裝鬼裝馬, 叫一句英文去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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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很多這些小朋友就拿到很多糖果, 扮鬼扮馬, 在萬聖節玩的時候 我們看到, 今年在互聯網上這句話要改一改 應該就叫做Tweeter or tweet, 因為很多人都在用Tweeter 而Tweeter我們看到, 除了一個新一代的互聯網在電腦上用的通訊平台 其實很多時候在電話上都可以用, 我們發覺很多時候我們是不停可以去用 它不停的很多信息可以流通, 無論你是在用電腦, 或者你就這樣用電話 你都可以享受這個即時網絡通訊平台帶來的好處 其實Tweeter已經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網絡通訊平台 它的好處在於, 不只你在電腦上可以用 你無時無刻, 只要你登記在電話上用 你就可以程時收到很多的信息 你可以登記成為一個跟隨者 你可以做一個追蹤者 但你有同時可以讓很多人去跟隨你 你發一個信息, 你很快同時可以一傳十, 十傳八 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通訊程式 並且信息非常快地去通訊 還有我們看到很多小道消息, 或者重要的消息 可以透過Tweeter去傳送得很快 我們看到在去年, 例如美國總統大選 伊朗的選舉之後發生的風波 到台灣風災都很多人用這些口信去傳播信息 甚至我們最近在中國大陸, 新疆的事件 我們都看到網絡通訊平台發揮了它非常大的威力 我們都知道互聯網這個發展是一天千里的 有人說過Twitter的革命是很厲害的 因為它突破了電腦上網的限制 它又突破了傳送的限制 因為你每次說的字只可以最多140個字 如果你換算中文, 可能大概是65個字 因為是半型和全型的關係 你一定要說得很重點 而且你一定要說得很快 因為你一說一句話 很快就會有很多人去回應你 主題是發得很快的 速度是很高 還有傳播面是很厲害的 我們看到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傳播方式 有人說這是革命 有人說甚至令更多人沉迷上去的通訊程式 因為就算寫網字寫blog 有人都覺得嚴長 140個字就逼你說重點 也不可以離題 很多人說這可能是令更多人去參與網上通訊的革命 不過我們看到Twitter在通訊能力這麼高的情況下 它可能有些特點我們都需要留意的 第一就是我們看到除了它在電腦可以用 它電話也可以用 我們看到永遠連線 另一方面其實我們永遠都停不到 我們發覺很多用Twitter的朋友 基本上經常都要看著訊息 因為它一去講一個話題 或者它要繼續回覆別人的話題 大家都是不停地去講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停 或者可能你停一輪做一件事 或者你溫習學習做功課 之後你拿回一個電話 或者你上去Twitter的網站 你發覺已經很多人討論了 你要花一些時間去追回之前討論的話題 你發覺原來你是停不到的 永遠連線 還是永遠不能停頓呢 這個可能Twitter帶來的一個問題 就是可能它花費了你很多的時間 另外我們看到一個資料真例的問題 有時我們看到Twitter出的訊息是非常快的 還有很多很重要的消息 我們都發覺現在在Twitter是很快的傳播的 可能是一些重大的消息 可能是一些政治的事件 可能是一些鼓勵你去做一些行動的宣傳 一些的通訊 我們當然看到它的威力很大 但是是不是真的呢 還是那個訊息真例的問題呢 我們發覺有時是我們控制不了的 其實早前有一個新聞 不大不小 不過都頗重要的 就是Twitter公司 其實發覺他們有差不多六百萬的用戶 也有很多名人都用了Twitter的戶口 例如美國總統奧巴馬 阿洛雪華辛力加 很多的明星都有這些Twitter戶口 但是原來Twitter其實是沒有什麼去驗證過 這些名人究竟是不是真的那個名人 早前試過就是英國的外相文禮賓先生 美國的前總統喬治布殊 甚至英女王都被人冒充了是他一個名人的戶口 出了很多的訊息 而很多人跟隨了數以萬計的人 去訂閱了他們的訊息的時候 看了以為是那個真人去說 誰知道原來是假的 你看見原來消息真例會影響很大的 第二件事就是很多消息很快 但是究竟是可以出街 不可以出街 真例的問題還是怎樣去驗證 都是另一個問題 美國總統奧巴馬前陣子就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剛剛他在記者招待會之前 他就跟記者聊天 就說有一位美國歌手卡拉威斯 他去到頒獎禮就搶了別人的麥克風 奧巴馬就半開玩笑 說這些人真的是這樣的行為 真的是很蠢的行為 其實奧巴馬總統已經說了 這個只是開玩笑而已 是off record 是不可以記錄在案的 其實跟他一起聊天的記者 根本都沒有說過要登 誰知道同一時間 他在其他的記者 就聽到這句話 就寫了上去Twitter上 而這句總統的死蠢論 就放在Twitter上 但是其實那個對話 根本就是美國總統和那個記者 自己私下不記錄 off record 的談話 誰知道因為Twitter 真是神通廣大 那個記者又非常之厲害 這樣整個美國總統不應該說的話 沒有想過出街的話 就在Twitter上傳遍 最後當然是受到譴責 而那個電視台的記者 都需要去道歉 我們看到Twitter其實 他的傳播能力很大 但是他有時候那個真例 或者驗證的問題 是需要去更進和改善的 說真的 其實Twitter只是冰山一角 互聯網上面 很多時候這些 我們可以說是欺負的事件 都無日無知 不過有時候如果發生了 在人身上 其實是非常之不敬的 我想在今個星期 你都一定聽過 立不少生的主筆 他看到扣井二人先生 他細細的消息 他其實生前 他都很介意他的肖像 出在媒體當中 所以他很介意拍照 在媒體上 都很少看到他真人的相片 當他細細的消息發出的時候 全世界都去報他的新聞 誰知道原來大家去印扣井先生的相片 原來是另一個日本的藝術家 那個人還沒死 原來大家 中港台所有的華民傳媒 都搞錯了 原來我們發覺一些新聞 或者一些訊息 我們沒有什麼去驗證 其實帶來的後果是可大可小的 這次其實就是十分不尊重扣井先生 和那位尚在人間的日本藝術家 其實我們看到互聯網 能力越大 責任都越大 當我們用到一個能力 這麼大的工具的時候 他的傳播信息這麼快 去到的效果這麼廣 這麼厲害 這麼強大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小心 不可以聽到就馬上信 而是我們需要驗證 看看是不是真的 更加我們不要沉溺 時間要小心點用 我們知道這個能力很大的東西 我們在手上用的時候 我們的責任一樣是這麼大的